接著就到部分B,就叫大家以R和B去表達OT出來 OT有什麼資訊呢?就是我們會知道原來OT比TB都叫做1比R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,部分B來說你要去算OT就不難了 我們OT可以想起,其實你本身OB整段叫B 整段叫B的時候,你想起現在OT是這樣的 它在1加R份裏面是佔1份 所以當整個叫1加R份,你想找最小份的時候,就除回1加R 在這麼多份裏面佔1份,所以寫多些東西,用點描述這個位置 所以OT就應該叫1over1加R的B 就是這樣的 當你做到這件事之後,它叫你找回TQ 以為是這支Vector 那你就想起,其實TQ就是由T走去Q 那你由T走去Q,你可以首先由T走去O,再由O走去Q 所以我們可以想起,其實Vector 就應該是TO再加OQ 那TO就是-1over1加R的B 也就是-OT,因為方向調轉了 然後再加回OQ,OQ就是剛剛計算到的這支Vector 你看到就是A除A,A再加R二次加2R這麼多個B 然後就除R加1的二次方 那你可以看看最後的表達方法是這樣的表達的 OK,所以我們都沒有什麼好做的時候 就唯有把他們去到通訓母 所以我們可以把A放在一起 那就是1overR加1二次A 然後再加R二次加2R除R加1二次B 再加1over1over1加R的B 就是這樣 那就寫好它,R加1二次A 那這個可以通訓母了 那你會看到就是R加1二次 R二次加2R 那你通訓母這裡乘多可以R加給它 所以就是-R-1那麼多個B 那整理它就會是1overR加1二次A 再加1overR加1二次R-1那麼多個B 那所以抽它出來 那裡面就會是A 再加1overR二次加R-1那個B 就是這樣 那你見到就會展示到題目叫你展示的東西 就是這樣